深度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齐慧君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眼科 深度骏 清光眼该咋治疗啊? 深度骏 听说滴眼药水能治疗清光眼 靠谱吗? 清光眼该咋治?治疗路上都有啥秘籍? 叮叮叮 本次 开往眼睛的动车就要出发了 请各位乘客抓紧时间上车 前方道站 清光眼治疗篇 清光眼的治疗原则是降低眼内压 把视神经头上的高压降下来 药物治疗大致有两种 低眼药水和口服药物 用药思路基本是通过增加防水流出 抑制防水生成或减少眼内溶积等方式来控制眼压 增加防水流出 毛果云香碱 毛果云香碱是治疗壁角形清光眼的首选药物 它能兴奋瞳孔扩约肌 瞳孔扩约肌收缩 能把摊在防角的红膜拉回来 这样一来 瞳孔变小了 同时原本关闭的防角被打开了 防水排除增加了 前方内的压墙下降 掩压也就下来了 急性壁角形清光眼发作 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快速将眼压降下来 以免对视神经造成严重损伤 慢性壁角形清光眼 通常情况下 每日用药三至四次 尽量将眼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同时注意定期复查 前列腺素衍生物 前列腺素衍生物 是目前最有效的局部降眼压药 前列腺素衍生物是啥高科技呢 跟着深毒菌沿着防水运动轨迹去看看吧 这里是结状体 也是防水进入前方的入口 结状体是个肌肉男 本职工作是靠力量拉扯晶状体 通过调节晶状体的形状 让光线聚焦在湿网膜上 结状体还有个神奇的功能 血液通过它能变身为防水 防水进入前方后 经红膜下方 穿过瞳孔 沿红膜上方流动 最后进入红膜和角膜的连接处 这个连接处医学上叫做防角 防水的出口有两个 其中八九成的防水会通过 防角区域的这些洞洞排出前方 经管道回流至血液 还有一两成的防水 会通过红膜上方的结状体 回流至血液 前列腺素衍生物可以放松结状机 这样一来 结状机之间的缝隙就变大了 更多的防水能通过缝隙 离开前方回流至血液了 前方内的压强下降 掩压也就下来了 抑制防水生成 防水进入前方的入口是结状体 如果结状体收缩 变得紧张了 那么血液通过结状体 变身为防水的机会就少了 减少防水的生成 势必会降低防水总量 也是会降掩压的哟 β肾上腺素受体组织剂 就是这类药物 它能够阻止结状体放松 促使结状体收缩 紧张 达到减少防水生成 降掩压的治疗目的 但长期抑制防水的生成 会影响防水的正常生理功能 所以这种药物不能长期使用哟 减少眼内容积 减少眼内容积 也是降低眼压的一种方式 眼球内部 晶状体 玻璃体 视网膜等 你挨着我 我挨着你 挤在眼球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防水排除受阻 防水堆积 使前方的体积增大 挤压到其他眼内组织 造成眼压升高 搞出了清光眼 如果我们让眼球内部 其他组织的体积变小 眼球内壁受到的压力 就会降低了 玻璃体 大约占眼球内容积的80%左右 主要成分是水 如果在短时间内 使玻璃体中的水分 进入血液 减小玻璃体的体积 就能迅速降低眼压了 高肾脱水剂来也 常用的高肾脱水剂 是20%的甘露醇 静脉低柱 神毒菌 听说治疗清光眼 还要在眼睛上动刀子 好可怕 神毒菌 手术治疗能根治清光眼吗 清光眼手术治疗哪些事 都在下集啦 神毒菌查了最多的医书 熬了最长的夜 终于给你整理出来了 爱神毒菌的 一定要来哟 关注神毒视频 记得点赞加转发哟 救命